接着我们看到塔 那塔在圣经这张图的意思就是罢别塔的故事 是不是说人类想要建造高塔彰显自己啊 但是上帝不容许这个事情 然后因为上帝没有同意你造那么高的塔 他们可能在盖的时候 没有先跟地基主讲好吧 没有破杯 所以你就算是在不经神允许之下 在不经神允许之下你就见了这个啊 你就算很努力 很努力 你也没有办法得到成果 因为神不同意 接着我们就要看他正位的意思 他正位意思就是灾难被毁灭 突如其来的意外 自若自受 执迷不悟 那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网关 这个网关就是表示人类为了彰显自己的技术啊 科技啊 然后我们可以跟神一样了 表示自己可以跟神一样而建立了塔 但是这个网关反而引导雷电击重塔 因为雷电喜欢金属嘛 这就是一个自我毁灭的意思 聪明反被聪明雾 因为它毕竟是金属 然后就很容易吸引到 然后被雷击中的就会着火啊 如果那个雷电旁边有干燥的东西的话 着火就是身心灵啊 都受到了很严重的考验 表示痛苦跟煎熬 然后 你看这个左边的这只熊 它披着红色的斗篷啊 这其实是以前的宁城 它像人类的堕落跟挣扎 代表人类在慌乱不理性的时候啊 就是会自己去逃生啊 跳窗逃生 太害怕了 然后它完全都没有在顾它旁边的顾望 也象征了不忠诚或不忠诚的关系 OK 着火的塔顶 它这个塔是着火的吗 然后 在表示受到上帝的惩罚之外啊 也可能是 你突然有灵感哦 就像柯南一样 真相只有一个 突然把一切事情都串起来的 这个灵感 啊 老公外遇了 你看得到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没有 就是突然来 它 如果你在占卜一个事情的话 就表示你可能会有 突然 突然想到你该做什么 但是你可能还没准备好 不是突然想到什么 然后就突然有人来帮助你 不太是这个意思 是突然想到什么 你还没准备好的事 那我们最后就来看这个国王啊 这国王遭受到这个 闪电之后 就知道他自己的 自己的政策错了 不应该干这个高塔 然后不应该 自以为比神还厉害 但同时也有 就是你要放下这些 执着痛苦才能够解脱 基本上从这种高度脆弱 应该就没了 你很配合 很配合 自己给我掉下去 好 那我们来看 逆位的时候什么意思 逆位的时候就是 恐惧啊 慌乱啊 然后及时回头 放弃 暴震跟内部的问题 好 这是这张塔 的简单意思啊